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用雲端硬碟 用Google的雲端硬碟來分享檔案 相信大家常常會有那樣個經驗 有時候檔案很大 要帶到學校去 或者要傳給朋友 很不方便 可能要用隨身碟 因為檔案 太大的時候呢 我們沒有辦法用電子郵件去附加它 這個可能 你錄了一段影像 有幾百Meg這麼大 甚至更大 這個時候這個檔案呢 我們有什麼方式可以不要用隨身碟 而 直接用網路的方式來分享呢 它的答案就是我們可以透過雲端硬碟 那首先呢 我現在假設一個情況 你在今天上課的時候呢 你看到老師給了你一個網址 他可能告訴你說有一個網址要下載 這個網址是 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有一個網址要下載 那麼這個網址要下載的意思就是說 有人他寫好了一個 他準備好了一個檔案 把這個檔案上傳到雲端 你要把它下載下來 怎麼下載呢 就在瀏覽器裡面輸入 你的網址 這個時候呢 他會把 你的瀏覽器 會把它導向到他分享給你的檔案 譬如說我們在這邊看到的是一個影片檔 這個影片檔比較大 所以一般來講呢 他沒有辦法用電子郵件傳送 但是不要急著在這個地方看 我們現在的重點是要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把你的滑鼠移到這個上方這邊這一列 他會有一個 下載 有一個箭頭 這個箭頭就是下載的意思 我們點了他下載 這個時候呢 很多老師都會被這個 嚇壞了 他說Google雲端硬碟無法為他掃描病毒 他說這個檔案過大 無法掃描病毒 你仍要下載嗎 基本上如果你認識這個傳檔案給你的人 你相信他的檔案沒有病毒的話呢 你就選這個地方 仍要下載 千萬不要選上面 因為你如果一選上面的話 他又回到剛剛那邊 就整個進入一個鬼打牆的狀況 你看下載 下載的時候 檔案過大 扭點 他不斷的跳出一個兩個三個 他跳出這麼多個 通通都是本來的檔案 所以不要被這個訊息嚇壞了 我們就直接選人要下載就可以了 人要下載這時候他已經下載到這個地方來了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下載的進度已經有127MB 已經下載完了 他現在這樣閃結束了 怎麼樣拿到這個檔案呢 很多人會覺得很困擾 這個檔案呢 我一點開 他就可以看 我點開來他確實就可以看 但是呢 這檔案在哪裡呢 不知道 點開來看 但是我現在不是要看這個影片啊 我現在是要把這個影片的檔案要複製 到其他地方去怎麼辦呢 好 你看我現在下載完了他也不見了 好有幾個方式 一個方式是因為他不見了 所以我現在重新再下載一次 重新再下載一次 他這邊有一個括號1 就是說他現在下載的是 剛剛的那個 跟剛剛的同名 所以他用一個括號1 有幾個方式可以得到這個檔案 第一個方式是你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然後呢 好 所以當我們縮小的時候呢 我們的瀏覽器 跟我們的桌面 之間有個空隙 這個時候呢 你就把它一拉到桌面上 好有看到嗎 好 所以桌面上就得到這個檔案 這檔案的縮圖 我們看就知道是剛剛那個拍攝的影片 好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 我們也可以直接在這邊 點開來 他說在資料夾中顯示 他就會跑出 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裡面就顯示剛剛下載的這個檔案 所以就同樣的 你可以把這個檔案複製走 好第3個方式呢 大部分的電腦 他會 下載之後呢 會位於一個叫做下載的資料夾 你點下載 但是我的下載資料夾裡面的東西太多了 我們看到剛剛這兩個 這是第1次下載的 這是第2次下載的 所以我們就成功的找到了我們的檔案 以上的方式呢 都可以幫你 下載朋友傳送給你 在位在Google雲端硬碟的檔案 好那麼 當你使用網路的習慣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你除了下載別人的檔案之外呢 也很可能呢 改成你有其他的檔案要分享給別人 好所以舉例來說 假如我現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檔案 好你看大家看到我的桌面上有一個word檔 我想要把這個word檔要分享給 其他的朋友的話怎麼辦呢 假設這個檔案很大 雖然他現在其實不是很大 但是我們先假裝他很大 好我們假裝他很大的時候呢 首先你先到Google的雲端硬碟 他的網址或許是叫做 www.google.com.tw 然後斜線drive 好這個就是雲端硬碟 前往雲端硬碟 好前往的時候呢 那你需要先有一個 Google的帳號密碼 好假設我現在 就輸入我的帳號密碼 好輸入我的帳號 好接下來是密碼 好我現在輸入完畢了 好輸入完畢之後我要怎麼樣上傳一個檔案呢 好首先在我的雲端硬碟裡面已經有很多很多的資料夾 譬如說這邊有一個叫download 這是一個下載區 好這個下載區呢 我直接就把桌面上的這個檔案 拉到這個地方來 你看到我一直拉的時候有沒有 你看到這整個會變色 這個變色一放開 好所以這邊就顯示他在上傳 好已經上傳完畢了 上傳完畢在哪裡呢 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 我的檔案可以讓人家下載 好但是如果我現在就關掉的話 我的朋友還是不知道這個檔案在哪裡 所以呢我要對著他按右鍵 好剛剛上傳是這樣 對著他按右鍵 選擇共用 好選擇共用的時候呢 他會有好多的共用的 設定 好那我們通常來講比較方便的方式就是開啟 連結共用設定 那邊開啟 好 開啟之後他這邊有很多的選項 這幾個選項呢 好因為他是台北市立大學 內部的 好我現在選更多 好我可以讓他公開在網路上 所有人都可以搜尋到他可能打了關鍵字就找到這個檔案 我也可以讓他就只是開啟 任何知道連結的使用者 好就是沒有公開 搜尋不到但是當我把連結分享給別人的時候別人就可以知道 儲存 好儲存好之後你選 複製連結 好所以這邊有個好長好長的網址 你就可以把這個網址 透過 電子郵件或者是在臉書分享或者是 用LINE告訴你的朋友 用各種方式把這個連結告訴你的朋友 譬如說我現在 用LINE好了 假設我現在這邊有一個 LINE的朋友 假設我現在有個LINE的朋友 我現在打開這個LINE的視窗 這個LINE的視窗在這邊 我現在就把這個連結貼給他 好所以這個好長好長的網址你不用記他因為你用複製貼上的方式他就直接就看到了這個 他就看到了這個很長的網址 好所以到他那邊再去下載的時候就會下載到這個檔案 好那麼也有可能你覺得那個網址太長了很多人上收到這麼長的網址他會覺得 有一點有一點奇怪 好這個時候呢你也可以去把你的網址呢縮短 好怎麼縮短呢 好我們現在到一個網 網址 這個網址這個叫做 URL shorten 好就是縮短網址的地方 我們把它貼上 好然後這邊選這個shortenURL 就讓他變短 好這就變成了一個短網址 好這個短網址我現在按這個地方 他就可以複製 好複製完之後就成功了 那麼接下來呢好你看好我回到在LINE這邊呢 我再貼上 所以這個網址就很短 所以在很多的情況呢這個短的網址呢 他也可以用手抄就可以抄下來 好大概 大概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以上分享的就是如何 透過這幾個簡單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的在雲端硬碟裡面呢 跟你的朋友分享很大的一個 一個檔案 好以上 說明到這邊 祝大家使用愉快